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只有這樣子 我保證只有這樣子 敬仰昨天開車行進台北 是遭到檢方攔檢盤查 檢方帶到車上聞到濃濃的咽味 也發現車上中 扶手置入箱放置了一包大麻 只有這樣子 我保證只有這樣子 沒有了 那講一下 這是大麻嗎 對 因為設計那個 就趕快放置加力量 事後瑤瑤才得知 男友因新一毒被營受法辦 今天中午也透過經紀人發表聲明 本人也是從新聞報導得知此事 之前並不知情 一切尊重檢警調查 我們也透過通訊軟體 詢問瑤瑤經紀人 問她現在心情如何 和靜陽交往之前 則她會吸食大麻嗎 以及兩人是否考慮分手 瑤瑤經紀人則代為回應 瑤瑤目前心情還OK 靜陽的部分我們無法帶大 瑤瑤完全不知情 注意分手 目前只希望靜陽一切平安 瑤瑤的粉絲也在社群網站上留言 為她家要打擊 而曾說過 跳舞的孩子不會學壞的靜陽 如今刺大嘴巴吸毒 走上不歸路 又追她鼓勵自己的文章也被翻出 遭到網友群體踏法 諷刺的是 女友郭舒瑤 今年才需要擔任反毒大使 她卻吸毒做出不良示範 讓喜愛她的粉絲 傷到受傷 碰缺大家毒品 千萬不要碰 報道 我看著 這次 瑤瑤現在應該 超大氣死啊 國需要和靜陽一位合拍電影進了相戀 兩人交往兩年多 常常在網路抛照放閃搭下恩愛 但在昨天凌晨 瑤瑤很罕見地在IG 破了一張全黑幕的畫面 並心碎地寫下 為什麼要說謊 難道不知道會讓人受傷 外界一度以為小兩口正場鬧别扭 原來這句話背後的喊應 是有大事情發生了 現在是你主動交付 對 就這樣子 我保證就這樣子 靜陽昨天開車行進台北市 遭到檢方攔檢盤採 檢方在到車上聞到濃濃的咽味 也發現車上中 扶手豬箱放置了一包大麻 就這樣子 我保證就這樣子 沒有 沒有了 沒有了 講一下 這是大麻嗎 對 設計那個毒品 在防止條例 事後瑤瑤才得知 男友因心意獨被移送法辦 今天中午也透過經紀人發表聲明 本人也是從新聞報道得知此事 之前並不知情 而且尊重檢警調查 我們也透過通訊關體 詢問瑤瑤經紀人 問她現在心情如何 和靜陽交往之前 知道她會吸食大麻嗎 以及兩人是否考慮分手 瑤瑤經紀人則代為回應 瑤瑤目前心情還OK 靜陽的部分我們無法帶大 瑤瑤完全不知情 注意分手 目前只希望靜陽一切平安 瑤瑤的粉絲也在社群網站上留言 為她家要打氣 而曾說過 跳舞的孩子不會學壞的驚陽 如今刺她嘴巴吸毒 走上不歸路 又追她鼓勵自己的文章也被翻出 遭到網友群體踏法 諷刺的是 女友郭書瑤今天才需要擔任反毒大使 她卻吸毒做出不良示範 讓喜愛她的粉絲傷到受傷 控制大家毒品 千萬不要碰 報道